好家伙,前几天不是有发现 那个叫做张环章鱼啊 蓝环章鱼啊,有毒啊 现在又发现了这个毒螃蟹 听见这个名字叫做正直清洁爱洁谢 这个名字有点噱头,有点意思 这个是鼎猴里的鼎猴报道的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的 它远远的上游新闻,远远的鼎猴的新闻 鼎猴,鼎猴,对了鼎猴 那么它报道的呢,在这里面说 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东郊所长说 要回去查一查这种螃蟹 有没有再禁止销售名录 他说还没听说过吃这个螃蟹会中毒的事 但是立即就给他一个大耳瓜子打过去了 2020年的时候有报道 海口 一男子吃了这个东西中毒了 神经毒 说河豚毒素也是里面 大家注意啊 这个蟹有毒 长这样子的 正直爱结 有的时候听这个名字 好像挺好 往往那些个剧毒的东西都 借着这些个好的东西 就把人搞成中毒了